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分享 安裝的車種 因為好像沒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過 所以剛好我們試了一段 安裝的過程跟大家做 介紹還有分享 那今天安裝的車種是 納智捷的U7 這一台是11年款的 2.2升渦輪引擎 目前的改裝 因為車主換了一個 超大很漂亮的鋁圈 20吋的電鍍鋁圈 所以我們剛好也遇到 原廠的兵器已經壞掉了 所以我們就來做兵器的升級 那升級的版本呢是KT的道路板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它的懸吊系統 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前面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220x8公斤 那 它前面的麥花城懸吊系統有一些 譬如說這個是油管固定 油管固定架在這裡 這個是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仿照原廠的位置 然後離載串的話呢 需要換短的離載串 因為它的固定點呢 比原廠的下移45mm 所以離載串的話需要換短一點的離載串 現在離載串已經 剛好原廠的離載串也已經壞掉了 這個頭已經壞掉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換成我們所附的離載串 那這台車KT有附上座 所以上座的話就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它的上座 附架的旁 上方這個四蓋的上方呢 有一個固定孔 固定孔打開之後呢 就能夠看得到那個避震器的上座 避震器的上座 我們有附 裡面的軸繩是日本KOYO的軸繩 那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瞬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KT呢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它原先這裡還有一塊試蓋 這個試蓋呢 需要稍微用塑膠扣把它拆開之後呢 才能把這個維修孔打開 但是駕駛座這邊比較麻煩一些 這邊的話 因為有一顆螺絲呢 是讓那個雨刷靈桿擋住了 所以需要拆開之後呢 才能夠拆得到那個 另外一顆的避震器的上座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主尼有的部分 我們所選用的主尼有 是義大利IP的主尼有 油封的部分 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剛剛上座的部分 是用日本KOYO的軸繩 所以用料的部分呢 都相當的不錯 那車高的調整 它是靠統身可調 是把這個托盤把它懸鬆之後 把整體的長度縮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預計今天降低大概會 是落在三指到四指幅左右 因為它原廠的車高 還蠻高的 尤其是改了二尺寸的之後 它的扁明比比較薄 所以車高的話 後面大概接近七八指幅左右 所以今天預計降到大概四指幅左右 後面的懸吊系統 是彈簧跟BGC分開的結構 彈簧的話 我們所選用的 因為這一台 畢竟它是一款休旅車 所以我們後面的彈簧 是打成一個短彈簧的形式 那車高如果沒有特別交代的話 降下來的車高大概是四指到四指多一點點 那後面的筒身呢 在這裡 它的阻鈴可調的部分呢 是在筒身上方 從這裡旋轉 就能夠調整到阻鈴 相當的方便 不用再把便器卸下來 那它的行程呢 做得比較長 它的行程幾乎跟原廠沒有什麼差異了 我們行程做到119mm 算是還蠻長的 還蠻舒適的一個行程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 比較特殊的地方 是在於 它有一顆叫第五連桿 這一支橘色的呢 就是原廠的車高呢 是不用改這個 但是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它的幾何懸吊 這個就會變得過長 所以我們就需要加裝這一支的 後下的第五連桿 這個可以看到鏡頭中間這個位置呢 這個就是可以調整長短的地方 那這個 調整正確的長短度呢 會在定位機上呢 再來做微斧的調教 那最主要就是 當這個幾何懸吊系統 車高降低之後呢 就需要 要改這個 把原廠不可調的 把它改成可調的 那這支的品牌是 龍影的Summit 我們來看一下 原廠的不可調的後下第五連桿 在這裡 是這一支 我們需要把它改成 剛剛橘色的那一支可調的部分 那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上座的部分 我們也有附啊 所以上座即便像 這台用色的里程有點多了 上座也有可能已經壞掉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都有附這些零件 那我現在呢 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它的後面避震筒 壞掉的狀況 是怎麼樣 這個是 這個是壞掉的 這個可以看到它的避震器壞掉 是像這樣 它完全沒有 沒有吸陣的效果 那這個是原廠還堪用的 我們下壓之後呢 下壓它有一個阻力 而且回彈呢 它有一個阻力在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 那這一支呢 就是很明顯 它有異常的狀況 所以這個便器呢 就已經確定壞掉了 車高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的車子的整體外觀 等一下的車高 這個是很炫的 電鍍里圈 好漂亮 車高降下來 整體的氣勢呢 一定會很好看 20吋的 也是很經典的里圈 這一台是2.2升UC 那如果對我們KT的產品 有興趣的話 有需要試程 可以跟我們KT粉絲團的小編聯絡 或者是對我們KT產品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找我們家小編 謝謝大家 謝謝拜拜